我們在做的時候是希望說用最少的虛擬 是引發觀眾最大的想像 因為我自己本來是在做遊戲的研發 那後來回台灣了以後 工具還有經驗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轉移到像是新媒體 還有科技藝術的創作上面 我自己在創作還有教學上面 大概主要是在用Unity 3D建模的話大概是用Maya 還有做動畫 做像是人體的建模的話 也會用到像i-clone 照片建模 photo-grammetry 這樣子的話 也會用到像是reality capture 等等這些軟體 GPGO加速的話 像我自己做的創作裡面 大概幾乎都需要用到 它這個時間上面可能它是 10倍甚至100倍以上的這種時間的縮短 而且就是說我們可以有更大的野心 可能以前只是想要模擬一杯水 現在我們可以模擬一個像是海浪 等等這樣子的一個更大規模的 這樣一個想像 開始在做VR創作的時候 陸陸續做了幾個作品 大概也到了國際的這個影展的獎項 譬如說2017年的沙中房間 得了威尼斯影展的最佳VR體驗 那後來像是石森記的話 得了法國的New Image的首獎 最新的作品輪迴 那它是在像是坎城影展 還有像是奧地利電子藝術節 大概都得了不錯的獎項 像我之前跟Laurie Anderson合作的登月 他有一個辦公室經理 他的手的關節有一點問題 所以他手就沒有辦法張開來 但是我們當他給他看了VR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他自己的手也張開來 也不敢驚動他 趕快在那邊偷偷幫他拍照 然後等他拿下頭銜的時候 他看到他自己 這手可以張開來的照片的時候 他非常非常的驚訝 所以我覺得VR其實是讓你可以去相信 而當你有了這樣的一個相信的時候 你的身體說不定也可以隨之改變 把這些新媒體、科技藝術的概念 可以補充到師大的藝術跟設計系裡面 讓師大的學生也可以開始往這方面去思考 在這個中心裡面 學校就花了大概七、八百萬 把這些動埔的設施 還有這整個空間把它給規劃出來 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有綠木的功能 然後它也有光學動埔的功能 這是像NVIDIA跟基加所捐贈的這些電腦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讓學生有一個 整個業界裡面最高檔的器材 他們可以去運用這些東西去做他們自己的創作 我會建議設計相關人士選擇有NVIDIA Studio認證的電腦 NVIDIA的GPU擁有頂尖而且成熟的技術 可以支援6K解析度的影片 即時編輯和使用光線追蹤技術 可以為大型3D模型繪製動畫 而且NVIDIA Studio驅動程式 它是一直持續的在更新 所以對於我常用的創作軟體 它也會持續的做優化 在透過創作時開啟GPU加速功能 可以擁有更流暢的設計體驗和加速的工作流程 另外的話NVIDIA Studio 它自己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創作的工具 像Omniverse等等 像我們有個老師 他們就用Omniverse裡面 像是這種語音轉成是臉部動畫的軟體 所以今天學生他只要有講了一段話的時候 他的電腦的人體的模型 他就自動可以把他的嘴型動起來 以前的USB現在變成Type-C 然後把不管是視訊、充電、資料傳輸等等 它其實都可以用一個Pore來解決的話 其實對我們會方便非常多 另外一個就是說像這次的Aero 它是用水冷式的 所以整個的安靜程度會跑非常多 我開了Unity 然後再開一個browser 然後在裡面因為需要搜尋一些資料 那可能有些時候還要開個Email 然後接下來是Maya 那FollowShop的話就是看圖團要開多大 那有些時候還會開像After Effects做一些影片的編輯 等等這些東西 至少可能二、三十G的Memory大概就已經消失不見了 主要是在做一些GPU的渲染 像我以前是用30、70這樣子 所以速度大概是快的大概兩倍到三倍左右 之前如果說像去烘焙一些材質 可能三、五分鐘 那現在可能大概一、兩分鐘就結束了 有些時候好像覺得說 還沒有時間泡茶的時間 但我覺得這整個設計就蠻有未來感的 而且就是說它的顯卡等等 大概都是一個業界的這種高規 在上面用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是蠻順暢的 就覺得有點迫不及待 我們可以開始去更新的一些創作在上面實現 蠻推薦這一台給像是做這些新媒體 還有虛擬實境的創作者